好,那麼大家呢,你下載好也註冊完帳號之後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Veroot Veroot這個 它一樣有分免費跟什麼 付費 好,那我們本身呢 它的這個 免費方案在簡報26頁 您看一下簡報26頁 免費方案呢 它有120分鐘的語音分析的 那個時間 就是一個月 等於兩個小時 那老師知道了,不夠的應該就 有多個帳號 那老實說真的 它的語音分析 之前主要是以Google為主 那後來也有導入那個Whisper 就是OpenAI的 所以準確度有在提到 不過說真的 我最後 我還是覺得它的Whisper還不夠 為什麼,因為它用的Whisper 那個語言模型是比較小的 速度會比較快 可是準確度相對會比較低 所以我後來都還是 我就在別的地方做好了 再轉進去就好了 這樣能不能理解嗎 好,它都允許的 它也匯入匯出 那再來就是AI語音 也就是說 如果老師你連 講都不想講 就叫AI幫裡面出來 那它一個月有1萬字 另外翻譯的部分 它有3萬字 AI生成圖片100張 這樣了解? 好,那一個月會重置一次 那這個翻譯的部分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用線上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平常有時候會有那個雙語的需求 那您如果需要雙語的字幕 它這裡有個功能 您看應該是在字幕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添加翻譯字幕 你就直接翻 告訴它 你要哪一個 但是它建議你 最好是第一個字幕 先都已經修正完了再來 不然你翻過去就要再改一次 對吧 所以你就直接翻 就按下去 那它就問你 你是什麼文 哪一種語言的 你就知道為什麼它來自Korea了吧 因為預設就是朝鮮嘛 所以我們比較少用到來自韓國的 那你就看你要 用哪一個語言 你就找 應該大部分都有 這應該是 沒錯問題 比如說日語 我就按下去 然後它就開始幫你翻譯 所以剛剛那個三萬字 是指這個 這個額度 平常的說真的都夠了 好了 你看 有沒有上下兩個字幕了 這樣就有了 那字幕的格式 你都可以調整喔 只是它目前沒有辦法設定就是 因為上次有老師問我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主要字幕字比較大 或者是不同樣字 然後次要的字幕我設比較小 不行 它目前都是一樣大 這個我還沒有找到它 那個可以設定的地方 這是這個限制 當然其實你說有沒有規定一定要都有字幕 沒有對不對 你看喔 我們剛剛變成雙字幕之後 老師有沒有發現上跟下 是不是多了 你就可以直接編輯這樣子 好 那 這樣子 有了解之後呢 我們來看 真正的 要用的時候該怎麼用 老師你就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新的項目 左上角 你要回到軟體端喔 這個在雲端的體驗版就不能用 因為你要真正自己做的 好 我就把它按下去 你看它有幾種方式可以建立我們的檔案 第一個 例如 如果你剛剛用 嗯 已經做好了 請問可不可以直接把影片下載下來 就傳上去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OK了嗎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也可以透過手機 比如說你有用手機錄影 那我錄影完了 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不要 不用安裝 App 就可以把你的影片傳到我這一台 不用安裝 App喔 嘿嘿嘿 所以因為有些人喜歡用 或者說用手機錄影 他覺得比較方便嘛 你就可以這樣 不過我必須提醒大家一下 手機錄影的通常那個收音效果 不是很好 所以 他在那個辨識 用他內建的方式辨識的 通常 辨識的效果比較差 可是如果你是用 其他雲端的那種 AI的辨識 大部分都會辨識的出來 但是我們這個都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再看喔 除了這個以外 有沒有發現 你還可以透過投影片直接建立 也就是把你的PDF或POP 直接匯進去 他就一張投影片就是一個 然後自動把你生成 這樣也可以 另外一個方式 是什麼 就是AI的 對 你給他劇本就好了 他就幫你自動生成 包括文字 影片 圖片 都幫你找好 這樣很過分嗎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要做繪本啊 那什麼 現在變得比較簡單啊 好啊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錄製你的聲音 或影片 也就是說這個軟體也等同是一個螢幕錄影軟體 這樣老師了解 只是他的錄製長度 我記得最長 那是30分鐘還是40分鐘 他就不是那個無限制的 好 那我就用標準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先這個錄好了嘛 對不對 你嗯的錄好了 我來這邊加工 那把它變成一段 所以我就拿我今天上課的可以嗎 好 你看我點到這邊 OK 我就找到我今天上課的 這個位置 在這裡 好 這一段 好 我們今天已經錄到第11段 那我找這一段比較短 把它換成 這個 好 這個只有4分鐘 好 開啟 然後呢 有沒有 他要幫我做語音分析對不對 嗯 繁體中文 你也可以選的不用 但是這樣 就失去了這個功能了 所以我就按確認 好 那這個我不用存 直接 有沒有開始幫我 扣掉那個120分鐘的耳度 哈哈 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會提醒你 你現在用了多少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就稍等一下一下 因為他 用Google的 跟那個OpenAI的 會幫你稍微做一下 通常這個不會很久 除非你的影片很長 老師 那我剛剛錄的影片 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雲端 你可以下載下來 那我不要下載下來 對對對 你如果剛剛你有認真錄的話 你可以去把上面的下載下來 還記得怎麼下載嗎 從這個地方點進去對不對 或者回他的首頁 你都可以找到你 那個 你看我在這邊 找到 發布 這個編輯吧 我看一下 這邊 因為我已經發布了 所以這個就 沒辦法從這裡 我要從外面 對 首頁我的影片 有看到嗎 Logo按下去 好 點進來 點進去 這個 很隱秘的地方 三個點點 有沒有下載影片 對 這樣就可以下載下來 好 這樣有了解的 好 應該我這邊也做得超 你看做好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也沒有出來的 就這樣嗎 欸 這樣怎麼算厲害 我現在都很認真耶 我現在 你看那個阿亮老師 參加我的那個Notion 我也都是有產生字幕了耶 演習不只錄影 還幫你把字幕都弄好 對不對 現在有AI幫幫忙 方便很多 但是我必須講 我剛剛有提到 用Google的語音翻譯 跟那個 比較小語言模型的 WISPN OpenAI的 它 還是對於這種 如果有中音夾雜 或者是有專有名詞的 它的那個正確度還是會比較差 你如果是口語化的 像我們前面這個 都口語化的 倒還好 但是如果是 有那種 夾雜的 不好 我就會去外面 call out求救 找AI幫幫忙 找比較大咖的AI 這樣了解嗎 好 但是你可以先看一下 你看我就先play一下 這個很討厭 每次都會被擋住 好 那老師呢 我們今天主要會介紹 大部分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對不對 這個 因為這都比較多 你知道怎麼念嗎 好 那所以你覺得 不OK的你就把它 修正 好 那 老師你要不要先試著 試看看 如果你剛剛沒有錄的 沒關係 我們剛剛有講的 這個我先存起來 來 我先把這個專案檔做一個儲存 它有自己的專案檔 所以呢 我先把它存起來 那老師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想用這個軟體來做錄影 也可以 你就用這個 有沒有 錄字和錄影 按下去 有沒有可以選擇 只有錄你自己的螢幕畫面 還是錄 那個螢幕 還是只錄聲音 不過他就沒有這顆大頭 好嗎 我現在是因為我有用軟體 我是出現在螢幕上 所以我這樣錄影 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全幕或某一個視窗 也就這邊比較單純 就只有錄螢幕畫面 好 那我如果是 錄這樣子 我就下一步 一樣 拿一個畫面 對不對 好我就下一步 確認麥克風 有沒有最長30分鐘 好 現在我就開始錄影 那我就切過來 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看一下 怎麼樣下載 我們剛剛錄的 就是進到 這個 官方網站 我的首頁 裡面的影片 你就可以 點進去之後 從這邊 按下載 好 那如果錄完了 我就回到這邊 結束錄影 啊 我現在 我就開始錄影了 那我就切過來 好 所以我們錄 然後呢 是不是完畢 就加到程式裡面去 就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 這樣子 他就開始 跟我剛剛一樣 開始語音辨識 然後做好了 一段一段 就會變成一個 投影片 好 所以給大家 一點點時間 只有五分鐘 哈哈 不然等一下會來不及 哈哈 試一下 試一下 先體驗看看 都 好 好